李硕 女22岁 黑龙江人 首都师范大学本科 音乐教育专业 大家好 同学老师好 我叫李硕 一个火热喜欢音乐的女孩 现已保送到首都师范大学 攻读音乐教育硕士研究生 我于今年4月22号成功举办了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和个人二胡独奏音乐会 我专注钢琴启蒙教育有4余年了 所辅导的学生通过一至十级不等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有关音乐教育教学 或者是12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同学老师好 你叫李硕啊 对 是闪烁的硕 对 你是想成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心吗 可以这么说 是吧 就是我很喜欢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期待 什么是人生的绽放 那你不能老待在舞台上 对 所以我有一些教学嘛 我教了很多小孩子 你自己都像个孩子 你还教学呢 对 就因为我自己像个孩子 所以孩子们就更愿意接近我 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他们的同龄人 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会很喜欢我 因为我和他们没有距离 没有代沟 其实身高上的距离不重要 关键是心的距离很重要 你从小到大就喜欢弹钢琴 是吗 对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艺术 也是从小开始学的钢琴 多小 六岁 六岁的时候就这么高了吧 哇 是吗 那我现在应该长到姚明那才对 那你现在钢琴几级啊 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不分级了 就是已经考过十级了 学钢琴苦不苦 其实挺苦的 就是看似我如果准备一场 音乐会下来的话 就是要每天都练八个小时左右 然后要坚持很长时间 就是一个人耐得住寂寞 然后也带着很多钢琴 跨得了八度 嗯 跨得了 现在跨得了 我比一下 就是 我啊 我这么小的手 那么弹钢琴很累吧 对 其实就是要克服一些很多困难 但是因为热爱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 只要我做的事 只要坚持 什么事情都不是事情 有哭过吗 有哭过 为什么而哭 有的时候觉得太苦了 就是太累了 就是有的时候练到 就是晚上都会抽筋 然后都这么按摩的那种程度 晚上会抽筋啊 就是我之前练二胡的时候 就是 就是不是要 你还会二胡 对 就是这两个手指会一直压着嘛 就天天这样练长弓 要保证那个声音的清晰度 然后就练底线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非常热加一 然后要使劲掰才能给它掰开 真的是 特别痛苦一段经历 你还取得了一些成绩 对 个人独奏音乐会 对 还有一些奖状 可以请老师拿上来 来 拿上来吧 就是这些有一些是钢琴方面的 就是还有一些 就是在大学期间获得荣誉 我一直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上 就是每天都在专业领域上学 我觉得最有含尽量的就是 我举办那场钢琴音乐会 这是我钢琴比赛获得奖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突然发现女人不会打扮 其实是一种美 就现在有些女生她也会打扮了 但相反有些女生吧 她不会打扮 显得特别朴素 特别稚嫩 你就是这样 你教多大的孩子 就是多大的孩子都有 就主要针对的都是小学生 你不说我矮吗 所以我就教小学生 我是说你教小 那你教孩子效果好吗 挺好的 不听话的怎么办 都通过十几个 不听话的话就是 我有很多游戏的方法 然后可以教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会听我的话 那你试一下好不好 比如说那一个叫徐磊的 特别不听话 好 死活不愿意练琴怎么办 行 那你不喜欢练琴 我们就不练琴 那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好吗 可以啊 可以 那小手拍一拍 天哪 我的手比你大多了 好 大手拍一拍 大手甩一甩 大手握一握 大手摆一摆 你真棒 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昨天上课学的五线谱怎么样 还是不认识 第一个音是什么音啊 一线的音 真不知道 我是说 音 偏音 咪 咪 二线的音是騷 騷 三线的音是吸 吸不出来了 吸 好 那我先考你一下 一线的音是什么呀 忘了 你要认真听我说话 我笨哪 你怎么能笨呢 那你要是不喜欢做这个游戏 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跳支舞可以吗 可以 再叫个女生上来一起跳 来 穿连衣裙的曹妍 来来来 快点快点 来来 一杯 起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来验收一下教学成果 请这个 他先来 你给他唱 我给你唱 一杯 起 掌声 特别有无形 真的特别棒 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 你看他肯定跳得比较好 是的 来来来来 我姐 他们都挺棒的 你唱他来跳 一杯 起 非常好 这老师怎么样 我觉得他太快乐了 对 所以孩子们很喜欢 对 我觉得他其实最大的特点 就是特别愿意鼓励人 就是发现孩子身上 正面的那一部分 其实这个确实是孩子最需要 行吧 谢谢老师 拥抱一下老师吧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李老师 对于一个父母寄予厚望 想完成钢琴梦的一对父母 但是又面对一个非常天生愚笨的 小孩子 我这样 对 徐同学 你是选择劝他放弃呢 还是要坚持叫他学钢琴 我会选择坚持 在你的学生里边 有没有选择放弃的 有选择放弃的 但是我觉得我会跟家长沟通 让他坚持学一门乐器 对于一门乐器的学习 不是孩子的坚持 而是家长的坚持 结果呢 结果还是会坚持下去了 所以你的学生里边 百分之百的都是坚持的 没有一个放弃的 对 现在是这样 所以即使孩子非常没兴趣 你也鼓励他学 对 就是音乐更重要 因为它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学习的机器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学习音乐 这样你就会踏上一条美好的艺术之旅 在这条愉快之旅中 你会得到 你最想得到的那份快乐 你有特别不喜欢的吗 就特别不喜欢的孩子吗 特别不喜欢的项目 电脑算了 那我也要逼你学 你感觉怎么样 让你学编程 今天在这给我习代码 对 我觉得 因为就是说 电脑这个如果说是必须要做的 比如说我作为一门教师 我必须要会做PPT 我要会讲教学目标这些 我会去学 但是如果说是 我怎么学都学不懂的那种编程 我可能就不会了 己所不欲物是于人 尊重每个人的天性和爱好 来看看他的背景资料PPT 第一张就是我个人音乐会 然后右侧的这个 是我跟钢琴演奏家曲大为老师 和打击乐演奏家郑宇老师 同台演出的一个画面 然后非常感谢之前的老师 都能来看我的音乐会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和鼓励 第二页左侧是我在海淀实验小学 教学的一个课 也可以看到孩子们都在举手 就是说我的课堂是非常活跃式的 我的教学风格也是比较幽默的 孩子们是愿意跟我去交流的 他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去说 第二页是我在印西琴行 当钢琴老师 然后他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第三页是我带了一些钢琴家教 我会在每个六月儿童节或者是在圣诞的时候 我会给小朋友们送礼物 然后他们都特别喜欢我 你毕业了没有 我今年大四刚刚宝研 刚刚宝研 对 宝研你跑我这来干嘛 对我想就是假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七月份到九月份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找一份实习的工作 然后也吩咐一下自己的生活 那你这次找暑假的实习工作是干什么呢 就是说教育教学类 我们这儿今天教育的没来啊 就是说通过刚才我的教学也能展现出 就是或者是音乐会能展现出自己的一个活动 一个执行的能力 那倒还可能做活动执行可能 那你说一个我们听听好吗 就是我还就我那个最重要的那一场音乐会 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从三月份的时候就找我之前所有的老师 去录一些VCR 记录我们之前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我音乐会的时候 中场休息的时候会放这个VCR 然后在我自己四月份做海报的时候 底下会有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加关注 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通过这样的方式 好多家附近的人都找到我学钢琴 然后给我自己做了一个宣传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商业头脑 跟同龄人不同的点所在 你要多少薪资 我要求一万 实习啊 实习 一万 做活动执行 今天没有教育港 那实际就是 就只能活动执行 一万 六千 实习六千也高了 你不看我们非你魔术的吧 我看 但是我之前一直是 就觉得自己要扬场 一直在注重教育方向 因为我从零岁到二十岁 已经听二十年的音乐 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招这个 对 我就比如说 他不招这个琴方面 那么产品 它是一样的 它是相通的 比如说 你想卖这个产品 而你卖不出去 我就能给你卖出去 你还想做销售是吧 就是说 我有这个口才方面的 你愿意做销售 我现在就是会卖一些 教育类课程 就是产品 今天没有教育 对 我知道没有教育 对 但是我可以卖一个 教育类的产品 来展现我的销售能力 就是你不介意做销售 对 我不介意做销售 你也可以做活动执行 对 反正你这两个月 就是体验生活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这个薪水 能不能再调一调 六千 四千成吗 成 那咱们先试试看看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好不好 行 来 第一轮选择 薛伙 还有七盏子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有请工作人员 你是要钢琴是吧 是展示了一个教学片段 教学片段 二胡会有的 特别老师 我特别想要请您做我的学生 可以吗 我啊 行 对 然后我再选一名学生爱琳姐 我天天喝六千酸奶 真的蛮乐趣的粉丝好 那我一定要向亲 欢迎大家进入音乐课堂 我们在古战场啊 都是以古传号令 以古驻军威 现在呢 我来扮演将军 我将带领你们四面八方 广布扶兵 达到一种不可逆转的战争态势 十面埋伏 该下之战 列营开始 你们感受到战争激烈 和悲壮的战役了吗 说 说个 我希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你们可以珍惜 现在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 你要是一直是维持的 他这个水平啊 都是 这个感染力非常在线 我觉得小朋友会喜欢他 我觉得他比学生投入 他自己特别害 你投入百分之二百 你可以在舞台上 观众看到的就是百分之一百 你要投入百分之一百的话 你观众看到的 可能就是百分之五十 来 谢谢 谢谢 有请工作人员南岸湖 谢谢大家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你找这份实习的工作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也丰富自己的生活 同时我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干音乐的 也经常会有一些活动的执行 你想接触更多嘛 对 我可以接触更多 有更多的活动嘛 对 我觉得你在这个阶段选择 不应该是高薪 而是一份你可能能 对你未来有帮助的工作 这个可能对你更重要 你说你未来的人生的 这个目标和梦想是什么 成为一个演奏家 还是成为一个老师 当我去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 小孩都不让我走的时候 或者说当小孩考级通过 嘉阳给我打电话 就是祝贺的 祝贺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 就是当教师的那种成就感 是无法用演出来代替的 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 去当一名老师 他会比做一名演员 做一个演职人员价值更大 老张赶紧来分析一下 这个快乐的精灵 哇 静泽性那么差 外向这个很明显 我们通过他的沟通 再展现出来 还有他创新性非常好 有很多点子和主意 他会想到一些目标 路径和方法手段 这是他的创新点 宜人性 静泽性 情绪稳定性是三项 得分不太高 我们先看静泽性 他这里主要就是学艺术的 有些随性 自律不够 所以就会导致 宜人性有时候也是不太高 有点小韧性 还有情绪稳定性也不太高 类底笑点都偏低 各项得分偏高 这就是因为他 对自我认知偏高 的结果 其实应该打个折扣 大概打七折差不多 你刚才展示自己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个特点 有个优点在哪里 就是能够把他的目标 他的路径 还有他的手段 都一致相好 更好的来展示自己 那么假如你能够把这种优点 放到企业的产品上 有这样一种思维 那你真的是一位好的员工 那么他的弱点是什么 刚才在教学方面 其实他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 是对小孩的教学 你还有太大的强势 但是为什么 这个企业家们感觉不出来 他们是大人 体验不到你的强势 但是小孩对你来说 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对教学 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对于乐器的一门学习 你不仅仅学的是一门乐器 它让你的情感有了寄托 让你的内心表述多了一种方式 也让你的生活多了一丝体验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强势 李老师 像他这样的求职 属于特别特殊的情况 他也就是出来体验一下生活 你有什么指导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天生的教音乐的老师 我觉得他应该 谢谢再见 应该去做他正确的事情 是啊 到企业里仅仅是了解一下 企业的运作 以及能帮助你 将来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仅此而已 李老师在企业里边 经常要组织员工活动的一个档位 就是员工关系的这个决策 那么现在我现在聘请你 做员工关系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栖息到了 那个预算 你要组织一个员工活动 现场的员工活动 你打算怎么做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 就是公司最大的一个场地 然后举办一个舞会 任何人都可以做呢 就没点意思的 为什么让你来做呢 可能我这方面还不太可以 绿舍 你那是不是有相应的岗位给他 对 是的 他是有相应演奏的岗位 对 就是凤凰无常 我不是演奏的岗位 因为这个第一轮给你留灯 是因为你从上台 就用你很快乐的气质 感染了我们所有人 我相信是音乐带给了你 这样快乐和自信 但是呢又像刚才张老师说 你在教学的过程中 其实我一直感受到 你是非常强势的 我其实是想跟你讲 就是我本来是应该 现在有岗位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 八月份到九月份的 这个黄龙音乐季 我们这里面呢 有这个钢琴比赛 但是呢 这个 我们只招志愿者 现在钢琴教育 音乐教育非常重要 成为一种基本素质教育 对 它并不是一种技能教育 通过你的这种特点 你很快乐 你自己在享受音乐 让更多的孩子去爱上音乐 去享受音乐 所以你要把技能的 把强压的这样的东西 淡化弱化一点 音乐是很快乐的 你是一个给我们 所有人快乐的职业 图燕刚才的意思就是 把技巧性削弱一些 人无技巧高下之分 只有境界优劣之变 很多人通过练钢琴 未必是技巧高 而是练心性 来 第二轮选择 去后来 来 初一次觉得全面这么快乐 而且我们也有这种感觉 第一次集体面登的时候 不是因为选手不优秀 而是因为他很优秀 谢谢 谢谢 始终保持快乐的心情 对 好 初次可以抱一下吗 谢谢老师 我觉得我会把我自己的 教学才能都展示了 我也觉得我也是 特别适合当老师 但是企业这方面 可能不太有 跟我匹配的职业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很多的收获 我也听到了张老师 对我性格的一个分析 然后我觉得我将带着 非你莫属赋予我的 这份自信继续走下去